中山物理15.7 光的存外反射 当我们尝试承接之前折射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现在尝试放一个半圆玻璃 将光线由这里射入半圆玻璃 我们就知道当光线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在玻璃里面前进的 这一条就是发线 红色半圆玻璃 我们就知道光线是会偏离发线 在这个偏离发线的情况下 原来我们将在玻璃里面的角度 不断增加的时候 就会观察以下的一些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当玻璃里面的角度不是那么大 是偏小的时候 我们就会观察到在这个玻璃里面 这一条的入射光线 这一条是入射光线 就会分拆成两条线 比较容易折射线 是比较强一些 都会有轻微的反射线 主要是折射线 轻微有反射线 而这条折射线 我们尝试去跟一跟它的方向的时候 因为光线原本的方向是这样 我们看到它会有轻微的偏离发线 原本的方向是凉角器 现在这条线就会偏离发线 我们就说在这个情况下 当玻璃里面的角度是小的时候 折射线就会比较强 反射线就会比较弱 我们说这个入射线 现在分拆了两条 有一条反射线 是比较弱的 是会反昔的玻璃 另一条比较强的折射线 就会去到空气 好了 当这个phetaC 去phetaG 即是玻璃里面角是大 大到接近 或者等于临界角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那个现象就是光线 光线 是有分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它会贴着空气和玻璃的界面 在这里出现 这条就是那条的自制 另外也是有一条反射线 和刚才有一个不同的就是 折射线变得比较弱 反射线变得比较强 但折射线和反射线都仍然存在 折射线就会偏弱 是很清晰可见 我们就说 入射同样会分成两个光线 两条光线 但这次在玻璃中的入射角 是临界角的时候 在这个很特别的时候 我们就说 就仅可以射出玻璃的表面 就是说的是这个情况 而在空气中的折射角 是变了90度 这个就是空气内的折射角 这个就是玻璃内的角度 我们称之为临界角 空气内的角度 就是发线和光线形成的角度 就是90度 如果在玻璃内的角度 再大 大到大于临界角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就是没有折射线 不再存在 消失了 而反射线 就会变得很强 是强到 跟入射线 差不多是同一个光度 你可以想像 就是说 光线的能量 光射能量 是全部是反射 在这个位置 反射 因为刚才是部分折射 部分反射 现在是全部反射 所以在物理上 这个现象 就叫做 全内反射 英文就叫做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和普通反射 不同之处是 刚才的现象 是有折射 有反射 现在是止得反射 所以就叫做全内反射 入射 在这个情况下 当入射的角度 是大于临界角 入射的线 这边就会完全反射回 这个有机玻璃 即是折射线消失 我们重温一下这个情况 就是由很小的玻璃里面的角度 就有折射线 有反射线 然后将玻璃里面的角度 略加大至临界角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这个黄泽黏着空气与玻璃界面 述出的一个现象 再大过的时候 当玻璃里面的角度再大一些 大到大过临界角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叫做全内反射的现象 而临界角的英文名 就叫做critical angle 所以为什么在物理学上 通常会用C 去代表这个临界角的数值 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 因为我们以前 上一课曾经学过的 C列尔定律 即是说折射率 是会等于测空气 非特A 即是空气里面的角 除以测玻璃里面的角 于是这个就会是 测90度 测90度 按计数机就是1 所以我们看回这一条公式的发展 就会是折射率 等于1 over size C 那个C就是个临界角 所以临界角可以怎么计算出来呢 就是可以等于1 over N 这个临界角可以怎么计算出来呢 这个临界角的公式 接着是还原 Sine -1 1 over N 主要的做法就是 将这两个调位 即是分子调进去 变成分母 接着呢 将它还原 便会计算出来 我们用一个例子 去讲一讲 就是呢 现在 海水的折射率是1.35 那么海水的临界角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回刚才学了的东西 就是临界角是会等于 这个的还原 1 over 折射率 于是我们就会按计算机 先去按了1除以1.35 按了这个数出来之后 就还原Sine 就会出到47.79 所以这个临界角就是 47.7945 那么呢 如果三位有效的时候 就是47.8度